OK嗎? OK? 那眼睛要怎麼畫? 你必須了解眼睛的結構 你畫那個眼睛才會真啊 那眼睛裡面是什麼? 造型 眼球 對嘛眼球嘛 那你先把這個眼球 畫出來 這就是你的眼球 那 這音效配的那個timing不太好 還沒有出現適合這個音效的點 那眼睛的外框是怎麼出現的? 是我們的上眼皮跟下眼皮 蓋住了這顆眼球而出現的 那它蓋的時候有一個特性 我們的鼻子設定在這裡 那上眼皮蓋下來的時候 它的內角會低於水平線 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外角就是眼角的部分 會高於這個水平線 那你高很高的話 就變成單縫圓 那我們現在不要高那麼高 那現在把上眼皮蓋上去 記得這個圓是一個球形啊 所以蓋下來的時候 你接近圓心的地方會比較高凸 然後再凹下來 可以想像嗎? 這顆球如果蓋上了一層布 那它會有一個弧度的感覺 不要欺負就是龍貓 那把上眼皮蓋上去 那下眼皮一樣蓋上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弧度 接近這個圓球的地方 圓心的地方會有一個弧度 那再往上勾上去 這個地方是淚線 我們流眼淚 從這邊有一個類線分泌出來 這是我們的眼角 等我們把上眼皮跟下眼皮都蓋上去了以後 我們再去描繪我們的眼珠 瞳孔 還有那個黑眼珠的部分 那有顏色的地方我們叫紅膜 我們把那個黑眼珠畫出來 那在中間的瞳孔 那這時候你要設定你的光從哪裡來 這邊設定從這邊來 那這裡照到眼珠就會出現一個高光 那這個高光等一下上色的時候 你就留白 不要上到這個顏色 那畫到這個程度以後 要加我們的雙眼皮 雙眼皮一般 你要 外國人的雙眼皮會比較厚 厚度會比較厚 那 東方人的會比較薄一點 大概下到你眼睛的 五分之一吧 左右 就會有那種外國人的 很厚的那種雙眼皮 深邃的雙眼皮的感覺 把它加出來 那你就韓國整人 他就給你整這種雙眼皮 唇前我也要去整 我要去削尖我的下巴 削尖我的下巴 好像你這樣會變越亮 越亮 帥這樣 越尖越帥 那 那眉毛呢 眉毛的位置 在什麼樣位置 一樣它有東方人跟西方人的差別 你要是嚇到你眼睛的二分之一 以內 這很哀近 很靠近你的眼睛 這是西方人的眉毛 大概是很哀近你的眼睛 那東方人不會 東方人大概在你一個眼睛 的高度 你可以看看你隔壁的同學 那亞森在借我那個 橡皮擦 你以為什麼 借我眼睛 這怎麼借 借了還不了 那大概一個眼睛的高度 那這個眉毛畫下來 眉毛是我自己的眉毛 比較殺氣的眉毛 還有一個眉峰 一個高點 那眼睛很快出現了 那這樣還不行啊 說要有一個懇切的線條 才不會造成自己上色的時候的麻煩 我們把筆削尖 用一點深一點的好了 好像上個禮拜畫畫的時候 就有請蕭老師跟大家交代 就是帶筆的時候 要帶至少三個 三個深度嘛 對吧 就2H 然後2B跟4B 那目的就是 讓你們構圖的時候 剛開始不懇切 就用2H去構 那漸漸的加深加深 到最後懇切的線條 是用4B或是6B 這種比較深的顏色 去畫出一個肯切的線條 那你才知道 上色的時候 我到底 顏色的邊線 要上到什麼位置 那眼睛周遭有很多的那種肌肉 我們會在 下一次上課 介紹人物臉部 肌肉跟骨頭的時候 各位同學介紹 周圍有那個眼輪炸雞啊 然後嘴巴的周圍也有口輪炸雞 有很多的肌肉 嘴邊肉 嘴邊肉 對就是你吃的嘴邊肉 魚的那個嘴邊肉 超好吃 因為很Q彈吧 平常有運動的地方 非常的Q彈 老師下次上課是你們的上課 我下一次上課應該是4月8號 下下次是4月 今天是臨時被叫來了 可能是 最近仿佛冒的那個事件 老師 謝老師的臨時被叫去開會 昨天就急摳我 我就急摳那個 小老師請你們帶 帶那個工具來 蠻突然的 那把這個眼影的部分 描繪上去 那基本上構圖到這邊就可以了 我們就開始來上色 那我們先上那個紅模的部分好了 讓他有一點藍色的 藍眼睛 那一樣都是從最淡的顏色 開始上 那上半部會比較深 因為上眼睛蓋下來以後會有一個陰影 我們就 稍微加深一點 但他還是濕的狀況 讓他 成為濕上濕 有一種融合的效果 那那個吹風機還要再借老師一下 還在嗎 好太好了 稍等一下 再加深一點點 加深加深 那你仔細觀察一下你隔壁同學的眼睛 在這個紅模的外圍會有一圈的 比較深的 比較清晰 你可以回去搜尋韓國明星的眼睛好了 放得很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繼續 下半部這個會 下半部這邊會比較亮 會比起上半部亮 一方面是上半部有上眼瞼蓋下來的陰影 一方面是什麼 我們光從這邊設定來嗎 你記得你的眼球是一個圓形 所以他打到這個高點以後 陽光其實是會穿過你的眼球 它從這邊射出來 所以下面這邊會有一個亮的部分產生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要再把它塗黑 塗黑就沒有那個立體感了 就保持這個亮的情況 我們開始畫眼睛最深的這瞳孔的部分 那就把它加到黑色 那水彩有個特性 就是它乾掉以後會稍微變淡一點點 所以我們剛才加的那個暗部 稍微變淡了 我們就把它補筆 補回來 然後再畫黑色 畫畫需要不停的練習 一直畫一個主題 非常噁心 然後一直畫一個紙 我那時候去人家畫畫 畫到有人說老師這個紙好臭 我畫不下去了 為什麼 就是他那種 就是無法一直畫同一張圖的那種感覺 讓他找到很多藉口去說服自己 不要繼續畫下去 連那個紙的味道 他要覺得很臭 學習的時候要盡量去克服這些 心理障礙 那這些心理障礙一定會出現 只是你要想辦法去克服它 你才可以繼續的進步 那現在畫的什麼 是眼白 受到上眼瞼蓋下來的那個 陰影的部分 那我們的TA可能過一兩年就會遇到 寫論文的時候寫得很噁心 無法繼續寫下去 記得要克服 好 那個 護士小姐 謝謝 謝謝 過過雨 過過當醫生的雨 好 手術繼續 這樣 我們再加這個眼皮的立體感 那隨時在畫畫的時候 隨時都記得 我們的光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照下來以後 光打到這一塊 這一塊最亮 那慢慢的向旁邊暈開 所以這邊會燒暗 這邊會燒暗 這邊會醉暗 這邊會醉暗 那把這個這個亮暗的效果描繪上去 先淡淡的 那用水把它縫解一下 暈開一下 好 護士小姐 需要我們的手術刀 好 謝謝 感覺真不錯 那我說我們的立體感 是一層一層加上去的嗎 我們剛才加了三四層 那其實這種風格更簡化 更離寫實更偏遠 你只要加個兩層到三層 就足夠了 你加的時候 多一點色彩變化 讓它比較豐富一點 沒吹乾 糟糕了 病人快死了 快點 手去挖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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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繼續加這個 加完這個第二層以後 我們就來做這種特殊的 那種效果 好 那我們再把它吹乾 好 謝謝 謝謝 再來就是這種特殊效果 我們說是絲上絲嘛 那先把顏色調好 我們用 來試試看 什麼顏色好呢 藍色 藍色好 洗一下筆 藍色 就給它藍色 那我們說要很絲嘛 好 很絲 非常地絲 那不要突破這個邊緣 那那個方向的同學 注意喔 我要往那邊吹 吹之前記得吸口口水 那種泼的效果 那在它乾之前 再吸其他顏色 繼續讓它的顏色 做絲上絲的融合 這邊也做一點好了 這邊好了 那這時候我往TA那個方向吹 再加點橘色 加一點橘色好了 比較飽和的橘色 這邊做融合 這邊也做一點好了 那這一塊往這邊吹 這一塊往這邊吹 讓它繼續融合 再往這邊吹 要有時候不往裡面吹 裡面吹就刺到自己的裡面 對 不往裡面吹 稍微再把陰影加深一點好了 這邊加深一點 然後我們吹乾以後 最後用黑色我們的眼線畫上去 眼眉毛畫上去幾乎就快完成了 謝謝 應該吹久一點 那你畫這個眼線 畫這個眼睫毛的時候 你可以去救出它買彩妝雜誌 那它會介紹很多流行的彩妝 還包括假睫毛要怎麼帶 那你滑乾 好 謝謝 那化妝好厲害 就老師以前在雲課的時候就有幫我們煮的 主任 不是啊 幫主任化妝 只有在露營耶 開玩笑 聽到都吐血了 幫他帶那個大衣的課程 那時候雲課普遍女生學會化妝是大衣生大阿那個暑假 所以大衣的時候看到上課都是很樸素的 沒有化妝的 對 鬆鬆的 然後大二來後發現哇 開始畫很漂亮的妝 我們用黑色的顏料 這好厲害 我為了畫畫 就去買那個二手的彩妝雜誌比較便宜 很便宜 一本三十塊四十塊 買全新的要一百多塊 然後買回來看 欸 流行什麼妝就試著畫畫看 不是畫自己啊 畫那個圖啦 我畫自己幹嘛 那發現那個是有學問的耶 那有學問的 就眼影怎麼畫 然後還有他的假睫毛不是買來以後 整片就這樣貼上去 整片貼上去很醜 他是剪啊 剪了各種不同的角度 那一個就一衝一衝的這樣貼上去 好厲害 易容書 那其實真的學會 可以把男生畫成正妹是沒有問題啊 老師你有畫過嗎 我沒有畫過啦 我沒有這種屁號 我真的沒有畫過 那我 那畫一下那個假睫毛 手都開始抖了 哈哈哈哈 用我的小秘密 眼睫毛差不多 這個表現完稍微有點沒有吹的很乾 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回家吹乾一點 眼睫毛 那再來畫眉毛 你可以看看你同學的眉毛 眉毛寫實的話有兩個方向 眉毛是有兩個方向 那我們這邊一樣把它簡化 畫一個方向就好了 可以找那個男星的眉毛會比較明顯 因為女生有修眉的習慣 通常女生眉毛稍微大一點 男生眉毛很清晰嘛 你可以看出兩個方向 看那個宋承縣的眉毛就很清晰 老師研究所的時候都叫 同學叫我 抖六宋承縣 哈哈哈哈 我們班女生比較多啦 嗯 女生比較帥 這樣 年代的過時 啊是過時是不是 年代的不同 年代不同 台灣人 韓國人啦 哇真的年代不一樣 好 那再寫個英文字 簽個名寫個英文字 那是什麼呢 嗯 Asia University 2014 3月25 是不是一個作品就完成了 嗯 好 換你們 呵呵 好 我 好